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集节目 会和大家说回一则关于英国的消息 看看英国的楼价走势如何 也会教大家 怎样可以在网上找回自己的楼 无论自住也好投资也好 究竟一个是简单的 网上股价是怎样呢? 香港有 其实英国也有 先说回英国的最新楼价表现 其实英国经济不太厉害 也走入了经济衰退 也不知何时才会走出来 而且现在的息口相当高 到五点多厘 做按揭的朋友 看回公款能力 信贷评级的记录 每个人都不同的 有些是四厘多 有些是五厘多 有些是六厘多 也不可以说很低的息率 特别很多英国人 早几年借了钱买楼 现在本身的合约两年或者五年 陆续到期了 他们发觉要续约的时候 什么息口 跪了那么多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本来公开可能百分之一 一厘多的 现在突然上去到五厘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因此也有不少人 因为这个暗揭态 态度上升 面对困境 甚至有些人 就搞不定 决定就卖楼走人 幸好 正常来说 都不用亏 最非你拿了很多钱 上去装修 这就另计了 看回这个情况下 照计 英国楼价是否下跌 才是呢? 事实上是怎样呢? 也会和大家分享一番 究竟最新的数据是如何 先来看看政府的数据 先留意一下政府数据 就没那么更新 而我说在这一刻 在三月中的时候 看到现在政府的数据 最后 都是去到十二月的时间 三个月之前 当时英国的楼价 全国平均来计 就是二十八万四千多 二十八万四千多 就是港币来计 都是三百万不够 老实说 香港三百万港币 都不是买到一层 什么的楼 又不是说一定不行 例如一些是二手公屋 居屋 都可以 另外有些是新界 比较旧 小的单位 也有机会 但是平均 香港的楼价 应该就不止这个数 而且平均有什么意思 其实我也没有理解 你拿伦敦 和偏远地区 做一个平均 用一个四五间房的 房屋 和一个 studio 做一个平均 其实这个意思 就真的不太大 不过这样 但是当数字有足够多的话 平均楼价 都可以看 趋势是如何 其实看回十月的数据 平均楼价 二十八万四千多 比起上一个月 即十一月的数字来说 都已经是有个升幅了 当然是很小 只是0.1% 如果按年来说 根据政府的数据 仍然是跌的楼价 就是跌了1.4% 1.4% 真是很湿湿 大家如果在英国 要物业投资 无论是自住那层 或者投资 那些 也就是 无论你是 有什么心态来说 都要留意一下 英国的楼价 没有香港的楼价 那么刺激 香港随时大上大落 一年好景的时候升你百分之十几二十几 一不好景一年你会跌回百分之十八 但是英国楼价 你看之前跌下的时间 都是说百分之一二左右 英国的楼价 买一层楼 自住 你就 不用收 不用付租 也可以自己装收 如果投资的话 你也有租金回报 英国的租金回报比香港好很多 如果你是倫敦市中心那些 四五厘 如果你是偏远地区 七八厘 之前我也有其他节目有介绍过 一些不用自己烦的 一些投资英国物业的机会 不过今集节目就不是主要说的这件事 所以就回到我整体了 这个政府的数据就到了 去年12月的有点滞口 看看最新的数据 根据《卫报》的报导 哈利福斯 就是一个最新的资料 和大家公布了 这里也说了哈利福斯是一个 建立社会 我最初来到什么叫建立社会 是不是一些发展商 是不是一些建屋合作社 其实不是的 其实简单来说 是做一些有按揭业务的 财务机架 简单来说是银行 哈利福斯除了自己有做按揭业务之外 也有最终住的楼价 有点像中原楼价指数那类 不过英国版 根据他最新的数据 英国楼价 在最新报 3月的时候 是291,000多 这个和政府 说12月的时间 284,000多 整体来说 就不算相差 而根据哈利福斯的资料 就说按年 升了1.7% 政府几个月之前 就说按年跌了1.4% 哈利福斯似乎的数据 比较有点不同 当然了 过了几个月时间 就有很多变化 其实跟着他的资料 说按年跌了1.4% 就是按年跌了2.3% 其实现在升幅是放缓的 技术性来说 而且在去到2月的时间 按月跌了0.4% 也不少 也看到 是一个向上的 变化 而事实上这个变化 也不是今天开始 原来已经是连续第五个季度 英国楼价 就是上升 不经不过 差不多半年 而且现在英国楼价 距离 支持的历史高位 只是相差 1800英镑 现在去到291000多 只是差差1800英镑 即是说如果现在这个 升势持续 应该眨眼 英国楼价 又会再创新高 除非发生一些 估计不了的事情 也看回英国楼价 不同地方 亏好远 肯定 国际大都会伦敦 楼价 不用说 都知道 最高 平均楼价 就差不多 五十三万七千英镑 这也是升值的 对上一年 是升了1.5% 而英国楼价最低的地方 就是英格兰的东北部 那里楼价平均来说 只是需要 171000多 港币 170万 买了一层楼 香港应该买了一个车位 英国买了一层楼 是可以住人的 也留意一下 原来东北地区楼价这么低 它的升幅 又很高 有整个按年升幅 百分之 4.2% 所以 如果是在英格兰东北部买了楼 发达了 一年就升了百分之4.2% 不过都不是整个英国楼价都升 看到英格兰的东南部 以及东部 其实是有跌幅 也不是很多 东南部跌了百分之0.6% 而东部跌了百分之0.8% 跌了少少 不过百分之1 自住没所谓 你租值你也赚了 最新的楼价情况就是这样 上星期的财政预算案 侯俊伟宣布 将私人住宅物业 资本增值税就有百分之28 港代是百分之24 这对于一些 投资物业的朋友来说 可能是一个好消息 虽然你未必说立即要卖一层楼 立即要付资本增值税 但是你只要有空间 将来卖楼的时候 那个税就没那么厉害 就可能会开心一点 这部分大致上也说了这么多 另外也要教大家一件事 究竟怎样可以知道 自己那层楼 或者那些楼 看你买了多少层 那个价值是怎样 当然你可以很认真地 借一个研楼师 帮你做一个股价 但是如果大家纯粹 贪得意 有兴趣知道 或者计算自己的亲家 就有一些网站 可以介绍给大家 让大家自己 进入自己的地址 就可以看 提醒你那层楼 究竟是 值多少钱 我也不太详细了 说回Supra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它有一个 online valuation 你回来有postcode 选择你那层楼 然后看少许资料 它就会告诉你 大约值多少钱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我自己 尝试入自己的房子 它就说资料不足 所以 每个人的情况 都未必一样 不保证一定有 不过另外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做这件事 另一个 get agent 我看到的网站 似乎是一些 agent的一些 比较网站 他也有 一个叫 online valuation的功能 你按online valuation 你进入你的postcode 留下地址 回答一些 简单的问题 它也会彈个数字给你 是不是只是给一个数字 其实是给一个range 最低多少 最估多少 中间多少 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 我都要留意 其实这些online valuation 就有很多限制 最大的限制 他根本不知道你层楼里面有没有改装 究竟是执得很漂亮 还是 残残够够 整个房子买回来 根本都不能住人 也是有可能的 这件事 他一定不知道 因为是随便给地址 他怎么知道你层楼里面是怎么样 所以这一点 就可以看到 是不能作准的 而且也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英国的楼价 特别是在东北部 西北部那些 楼价本身都已经是低的了 但相对来说 装修的钱 有一点都不低 分分钟你要收拾好房子 可能也要两三万 层楼可能就是 十万八万 但是装修要改装 可能要两三万 装修就占你的楼价 一个很大的比例 因此 如果你看到 为什么有一层楼 比起这个 网上股价 低那么多 那就不要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不知道 你收拾好一层楼 也不知道你里面 改了什么 原来 天花板会漏水 和不漏水 或者电视煤了要回过 或者不用换 都差很远 是不是 所以 这些网上的 免费股价网站 纯属来参考 或者得胆笑 你看我的趋势 或者比较 不同的物业 它本身的价值是怎么样 我想也有些价值 但是你又不需要太认真 觉得 自己是不是买贵了 或者 是不是很划算 如果你说反过来 看见很划算 又不好 就是纯粹靠这些 网上的股价网站 刚才Supra和GetAsian 他们的网址 我就放在这段片的描述里面 大家有兴趣 自己进去 我再提大家 有自己本身的限制 对于这些网上的股价 参考下可以 就不需要太认真的 这节目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不妨留言 就写下 临走之前 麻烦大家 先按个like 如果还没订阅胡思频道 按个订阅 拜拜